眼前的这对男女刚要进入小区 只听见身后砰的一声 一个男人静止砸在车顶 他们上前确认死者身份 正是要找的那个犯罪嫌疑人 到底是谁 总能抢在福波勒之前处理掉嫌疑人 这事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森林里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 别说的主人要送孩子上学 转身的功夫 就看见满脸是伤 浑身是你的女孩跑过来求救 等到警察过来顺着血迹 他们找到了女孩的来处 一个刚被抛开的涂坑 而在这个坑旁边 赫然有着18个小山坡 连猫探员贝尔和齐丹闻讯而至 看到这幅场景 贝尔迅速做出反应 开始对犯罪分子展开测想描写 与此同时 调查中心开始了对女孩的搜索 并将情况通报给在现场的探员们 女孩名叫海莉 是个20岁的乌克兰人 2016年从基辅来到了纽约 看来先要得到更多的信息 只有当面问问她了 此时法医根据这些尸体 得出了一些基础的结论 所有的被害人都被刺伤了30多次 在他们胸口的左上边 有一部分的皮肤都被剥离掉了 有迹象表明 他们都是做内方面的女人 除此之外 法医提供了一条相当重要的信息 有个尸体的胸部 是用聚饼心鲜胺水凝胶龙的 这种材料早在90年代就不用了 只有一些东欧国家还在使用 这些很明显都是18、9岁的姑娘 这里面问题很大 不等他们进入深层次的探究 尤巴尔打了电话说 海莉醒了 丽抢性在手术之前 从她嘴里掏出点信息 二人火速赶往医院 主治医生送来一张纸 上面显示 海莉左上面的落疤 是一个皇冠的形状 他们猜测 这些人都是同一家店的人 之所以剥皮 那是怕被发现 突然的一声大叫 瞬间让贝尔慌张了 醒过来的海莉 情绪非常不稳定 她恳求贝尔 一定要救救她的妹妹 其他安慰她 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海莉说 自己是在网上 看到有来这里工作的机会 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做 海莉带上妹妹来到纽约后 三个乌克兰男人接待了他们 蒙上了女孩们的眼睛 将他们带到了地下室 进行了围棄三天的非人虐待 就是为了威胁他们 不要期望逃出去 紧接着海莉被带走 而她的妹妹布鲁克 则留在了那里 本来只要海莉听话 就能一直活着 可她终究还是想要逃出去 在一次服务过程中 她向顾客求救 打了电话报警 然后舍就进来了 还不等海莉说完 接下来的经过 医生进来提示 手术时间已到 别在那聊了 做完手术 慢慢问吧 一回到办公室 黑莉就开始摆动自己的高科技 作为一名称职的马工 每张照片 其实都有自己的出生编码 根据这个原理 黑莉设置了一个程序 可以搜索与照片相同的相机猜数 紧接着就找到了一张 海莉穿着性感的照片 然后又找到了九张同样的类似照片 令人惊讶的是 这九个人全部来自于乌克兰 这边工作刚有一点进展 另一边的同事 就找到了那边 帮海莉打电话报警的人 当贝尔和齐丹到达目的地后 男人却失口否认 是啊 失会当着警察的面 说自己干过那种事呢 齐丹表示 作为男性 他很理解男人的做法 想要跳过约会的阶段 进行下一步 面对男人拒不配合的态度 贝尔掏出一段录音 男人听完立刻表示 愿意提供任何细节 他害怕失去工作 害怕被牵扯到这件事里 所以刚才才会拒不承认 男人把那家会所的位置 交代给了二人 他们随机带上一队特种兵 前去勘探 轻松去开大门后 地下室的情况 验证了他们的想法 这里脏乱不堪 环境极其恶劣 墙上还有那些幼稚的壁画 都是用化妆品涂抹的 紧接着 探员发现了一个 简易的手术室 垃圾堆里 还有聚摒系心安的痕迹 这种被禁止的材料 居然还有人在使用 但凡是个正规的医生 也不会拿职业生涯开玩笑 贝尔提议 去查那些注册医师 考核不合格的乌克兰人 黑妹收到消息 立刻开始行动 一共发现了三名符合条件的医生 海里说 这个医生年纪比较大 贝尔直接锁定三人中 最老的那个人 当他们开始抵达 此人所住的小区后 不料 意外就在此刻发生 他被人从楼上扔了下来 齐丹主妇楼管停掉电梯 二人并分两路 从楼梯向上排查 贝尔通过后视镜 发现了可疑人员 这家伙战斗力还挺强 贝尔的眼角都被打开了 鲜血直流 蛇想要勒死他 幸好齐丹及时赶到 蛇只好击居宝帅 赶紧逃跑 不过 他的指纹被留在了墙上 而猪八迅速将指纹进行了匹配 果然如他们所想的一样 这家伙的表弟 就是带海里来美国的那个人 通过对他们登记的住址进行搜查 齐丹发现了尸体上被割下来的皮肤碎片 二人站在阳台上瞭望远方 正前方的沙滩上就是藏尸点 就在二人感慨之际 同事送来的一张照片 又让他们兴奋起来 原来 别墅的房产中介伊莱扎和蛇有联系 回到办公室后 黑妹已经将所有的关系理清楚了 别墅的主人雅克布 是整件时的幕后大人物 蛇与表弟 还有伊莱扎是负责办事的 他们从乌克兰运送人口到纽约 进行肮脏的交易 目前搜查令 还需要将近一个小时才能拿到 抓人的话很明显已经来不及了 而他们服务用的网站 已经将地址改成了上门服务 猪八提议抓住送公宁上门的人 丹娜负责拿到搜查令后 将别墅的人一网打尽 这时候 齐丹提议自己来做嫖客 可丹娜却直接拒绝 转而让猪八去做这件事 原来 她是觉得齐丹是整个局里技能最多的人 不仅是唯一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 还有个卧底经历 可不能随便使用 到了指定地点后 一辆黑车上下来三个浓妆艳莫的妹子 猪八的表现好像个情圣 花了九百大洋 要包下三个妹子 紧接着 肯定不是那些羞羞的画面 你想啥呢 猪八赶紧找借口拖延时间 而贝尔和齐丹敲碎了黑车的玻璃 控制住了蛇 在讨论谁去审许蛇的这件事上 贝尔自告奋勇 这个蛇可是个虐待狂 对待女性的态度很轻浮 在看到贝尔眼角的伤后 更是会得意忘形 做好心理准备后 她进入了关押蛇的房间 这个家伙第一句 竟然是关心贝尔的伤情 贪一脸淡然 声称自己没什么好交代的 贝尔把他在那些女孩子身上做的事 一一说了个遍 并编造了他在停车场 情节女孩的事实 蛇瞬间暴怒反抗 称自己没有在停车场干过这些事 贝尔这招激将法真是给力 搞别人心态一绝 蛇眼瞅着自己快崩溃了 便申请回到牢房里 贝尔没有理会他的情绪 反倒是威胁他 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不然就在法庭上 告他是个性变态者 蛇最终还是怂了 把藏匿姑娘们的地点 告诉了探员们 大部队轻而易举的进入了别墅 有个看守者 想要从隐秘入口逃出去 却一把被齐丹给勒死 紧接着他们进入通道 里面站了一堆漂亮的小姐姐 贝尔在院子里 找了半天才发现布鲁克的身影 这个案件在短短一周内被完成 所有的罪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贝尔来到海里的房间 对他的所作所为颇为赞赏 他的态度勇敢地和命运做抗争 在被埋尸后奋力爬出坟墓 这才让50个女孩得以逃出魔窟 当然也拯救了他和妹妹的命运 贝尔走出房间后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场为女性而战的斗争 到底还是获得了胜利 下一期二位探员又会遇到 什么样的案件 敬请期待吧